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專案上遇到的問題 還有我們提出來的解法 那也就是今天的主題 就是怎麼組織你的Java Application 那在開始之前 因為這是我們專案面臨到的問題 那我先講一下我們的Background 那也就是我們的產品 我們基本上是一個Monolith的Application 那已經開發了超過10年也持續在開發 然後同時有超過10個以上的Developer 同時在這個專案底下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個這樣子的專案 它基本上Codebase是蠻大的 那在這種狀況下就是不太可能 就是每個Developer其實你要知道 或者是你可以記得系統所有的東西 衍生出來會有一些問題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在要開發一個新的功能的時候 又或者是有一些功能要修改 通常我們會想去看看說 現在系統上有沒有一些可以reuseable的method 我不需要重寫這樣子 那可是Codebase當然 那我們就找就必須要就是比較沒有效率 因為可能的candidate太多了這樣子 那會沒有效率 那有的時候我們甚至會發生到說 就是找不到 然後結果幾個月之後才發現到說 原來在這裡已經有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我又寫了另外一個 所以基本上就是寫出了兩套同樣的功能出來這樣子 那甚至有的時候我們其實會發生到說 因為其實實作的細節基本上有點 就是在現有的方式之下 它其實實作細節其實是沒有保護得很好 那造成說其實我很多的API 基本上我都是public 那public的狀況下 就是很多的實作細節大家都看得到 那有一些很類似的功能 那大家要去找說沒有可以用的時候 然後他去認為說這個功能符合我的使用需求 然後他就去用 可是其實這個功能是屬於它內部的實作 那我用了結果用錯了這樣子 這也是一個我們現在開發的時候遇到一個問題這樣子 那最後一點就是我們在run time 遇到的問題 就是我們基本上我們的系統是deploy在銀行的server上 那銀行的server基本上不歸我們控制 所以基本上我們沒辦法管它的run time environment 所以也就是說 譬如說Java的版本也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這樣子 所以在種種的這些前提還有狀況之下 那有了今天這個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這樣子 那今天主要會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們怎麼去組織你的Java application 然後各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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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它的優點和缺點 還有遇到了共同的問題還有解決方案 那最後我會用一個簡單的範例來解釋一下 我們就是提出來的一個算是我可讓這樣子 那首先就是這幾種是比較常見的組織你Java application的方式 那第一種大概就是學生時期常用的 就是把所有的東西寫在一個或多個 然後把它丟在一起這樣子 那第二種基本上就是我們也是業界常用的 就是我基本上就是by technical layer 我來去切割這樣子 那第三種就是切割 我用功能性來切割 那第四種就是基本上是建立在第二種跟第三種之上 那我把以domain的方式我把相似的功能 我把它組在一起 然後形成一個sum module這樣子 那最後就變成一個multi module的system這樣子 那我現在跟大家介紹第一種 基本上就是剛才講的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一起 那這好處就是顯而易見 基本上你不用你完全不用想說我要放在哪一個package 我的case name可能要叫什麼 你可能都可以叫什麼generic general common 所以你基本上什麼都可以往裡面丟 你不用去想 不用想什麼design的問題 那可是缺點也很明顯 基本上你很難maintain 很難debug 然後基本上你的移動因為基本上很大 你很有可能改的這個影響到別的 所以你很容易造成錯誤 所以基本上這個除了在學生時期的homework 你基本上不太會在業界看到 除非你同事想陷害你 或者是對公司不爽 不然你基本上看不到這種東西這樣 那第二種方式基本上就是 我們把technical layer來去做切割 譬如說我們可能controller service 我把相類似的東西 我把它放在同一個package底下 那以這種切割方式通常就是 我要完成一個功能 通常我們就需要說我跨不同package 我才能夠協同合作來完成一個功能這樣子 那它的好處就是相對於前一個 它基本上 它還算是蠻簡單的一個切割方式 然後它有比較好的structure 然後它的內部的資訊 它有某種程度上 它也是有一些保護的保護在裡面 那譬如說我們同樣在service layer 那譬如說你的business logic可能比較複雜 那你可能需要協同幾個service 來完成一個功能這樣子 那這時候協同合作的service 它的method 你就可以是package private 所以你就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資訊保護 那就是外面的 譬如說action 你的或controller 你就看不到它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 有的時候譬如說我的基本上是業務需求 邏輯上一些一些變動 我可以把一些異動 我可以把isolate在特定的一層這樣子 那它的缺點其實也是蠻明顯的 就是它基本上內聚力很低 因為基本上你要完成一個功能 你基本上你要跨package的協同合作 你才可以完成 那它也是high coupling 它必須等於說 跟剛才講 你要跨package這樣 你不太可能可以自己完成這樣子 那你任何的修改 基本上你很有可能會影響到 一個修改你會影響到別人這樣子 然後也因為我們會有跨package 所以你的modifier 你都必須要public 因為你基本上你不public 你沒辦法 你的controller就是看不到你的service 所以你必須public 那也因為public造成我們內部的資訊 其實沒辦法去做很有效的隱藏這樣子 那第三種切割方式 基本上是by feature的方式來切割 那基本上就是說 我把我要完成一個功能 那我把這個功能相關的class 然後把它放在一個package裡面 那它的好處是 比剛才by technical layer 的方式來切割 它更structure 然後它基本上我可以在一個package裡面 我就把一個功能完成 我基本上不太需要去跟其他人互動 那除非說譬如說我對別人有dependency 我才會需要一些互動這樣子 那我資訊其實我也可以保護得很好 那因為基本上我只要有一個對外的接口 其他內部我全部都可以把它隱藏起來 所以我的移動基本上也不太會影響到別人 除非別人有依賴我 那它的缺點基本上就比前面少 可是因為在我們 譬如說我們在開發 enterprise application 其實基本上你不太可能說你的功能 其實譬如說你的功能其實少少的 然後沒幾個class 其實這不太符合現實 通常我們會切subpackage 那subpackage你一切出來 其實又回到之前的問題 因為不同package 我又必須要public 那我一public 那我的information又露出去了 所以等於說我的information hiding 我又沒了這樣子 所以又面臨到之前的問題 那在這個方式是說 譬如說我們把那個不同的 我們把相以domain來切割 那把不同 把相似的feature 我們把它骨平在一起 那組成一個sum module 那等於說我們會有一個multi module的project 那這種好處基本上是說 它是建立在前面的切割方式 那所以它也會延續之前 譬如說你選擇哪一種切割方式 那它所有的優缺點 它都會繼承下來這樣子 可是它有一個額外的優點就是說 我基本上我把以domain來切割 那我可以基本上 我這個sum module 我就可以專注在這個domain 那等於說 譬如說以高內距離來講 我可以把相關的feature 把它內聚在這個modium裡面 那等於說 我其實就比較不會受到外部影響 我們可以也不會影響到別人這樣子 那在介紹完以上幾種切割方式之後 那基本上我們有一個就是共同的問題 面臨到的問題這樣子 不管你選擇哪一種股品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你的encapsulation 基本上是很有限的 我們在物件導向 我們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它有幾個重要的特性 其中封裝就是一個重要的特性 那可是我們為什麼要封裝 就是我不希望把我內部的實作細節洩漏出去 那一個是 一個是 我洩漏出去 其實會造成 我們其實 我們剛才一開始講的 可能會造成人家誤用 又或者人家要找正確的 其實難找 那又或者是 其實我等於說 我資訊沒有保護好 那我其實不想讓人家知道 可是知道 那其實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傷害 不管是哪一種 那基本上 我們用前面的哪一種切割方式 基本上我們在封裝的部分 其實是很有限的 那 可是在 就是 我們寫 Enterprise Application 基本上 public又是 看起來又是沒辦法避免 因為基本上我不可能 不管哪一種 我都基本上 不可能在一個package裡面 我把所有的東西都做完 因為你這樣子 基本上一個package 你到底要有多少個cas 你很難保持這樣 你要找到正確的 你非常難找這樣子 那 所以 就是造成這些問題 那 也是 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你們 你們可能 大家的project 可能沒有 沒有那麼多 又或者是你們走 micro service 可能就比較不會遇到 像我們 比如說一個project裡面 Multi Module 可是Multi Module 基本上你是透過Jar的方式來share 那Jar的方式基本上 你只要是public 那我就可以看到 我只要有dependency 我把你加進來 那我就是可以看到你的public method 所以基本上 就是我們資訊洩漏在這方面 其實是蠻難達到的這樣子 那 常見的解決方案有幾種 就是 一種是透過internal package的方式 就是 這其實是一種convention 就是 我們基本上 應該是去跟interface去做溝通 我不要去 我把實作細節全部都放到internal package裡面 那等於說 就算我internal package裡面 我的class是public 我的method是public 可是你基本上 你就是不應該直接去 有一個reference到我的internal class 那你always 你應該去看到的是我public的東西 那意思是說 我cross module的assess 那基本上 我看到的是它那個interface 那可能你 那當然譬如說 我在自己同一個module裡面 那等於說 我自己同一個module 那我可以 我屬於internal的東西 那我可以用 可是當我cross module 我基本上不應該直接有一個reference 到那個internal的class 還有它的method這樣子 那這基本上是byconvention的regulation 那另外一種方式也就是 我們公司就是 的一個walkaround 它基本上是有點類似 就是micro service 或者是外部service的概念 基本上我們就把module的dependency 相當於它是 雖然是透過GR 我們把它想成是一個外部的web service 所以等於說 你一定要透過API的方式來assess 那我一個module 我必須等於說 我有expose出來 我有開放出來的API 你才可以存取 我沒有開放出來的API 你不要來存取 那這基本上也是有一點convention的概念 那我們 可是基本上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限定在API 那最後一種也是 其實是建議大家用的方式 基本上在Java 9 它有開始就是有module的概念出來這樣子 那可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的run time 基本上是被銀行的環境限定住了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需要有這個walkaround 那如果你們大家用到Java 9以上的話 那基本上建議是直接用就好 就不需要我們這種walkaround這樣子 那接下來用一個簡單的example來 就是這是銀行的環境 那大家可以想像 譬如說我們這個簡單的example 我有兩個module 一個是叫onboarding 那onboarding他負責的就是客戶 他想要在銀行開戶 這個大家可能有點難想像 我們去銀行開戶感覺是很簡單 其實我要開馬上一兩個小時就好了 可是我們的客戶基本上是private bank 那等於說他是給那種很有錢的 可能是像連勝文這種很有錢的 那他就必須要有一個嚴格的資格審查 因為他會怕他有一些就是背景 他譬如說有犯罪紀錄 又或者是他可能有洗錢 他會怕他這支洗錢帳號各種... 就是各種可能性這樣 他要去確保說這個客戶是安全的這樣子 所以他必須有一些資格的審查 那通過之後才可以變成真正的client 所以以這個簡化來講 譬如說我們一開始在我申請開戶的時候 我稱為這一種客戶叫prospect client 那當我通過資格審查之後 我會變成real client 那接下來在我們另外一個module 基本上這個是風險評估 所以當我成為一個真正客戶之後 我銀行當然是我必須要針對這個客戶 去做你的風險評估 然後看你的風險屬性 譬如說你是屬於積極型的投資人 還是說保守型的投資人 那我推薦相對應的理財商品給你這樣子 那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對他做風險評估 那風險評估你基本上對prospect client 他都還不是真正的客戶 你推這個基本上也不太適合 基本上沒有用這樣 你也不能推給他 所以基本上要針對real client 來去推這樣子 那可是就面臨到一個問題 現在看起來好像這個看起來蠻單純的 就是client service 那可能裡面可能有一堆東西這樣子 那可是譬如說你現實中 你可能譬如說 你可能還要想要一些client的其他資訊 你可能就不是譬如說client service 你可能是其他的 那同樣的道理 其實你當你一多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被實作細節淹沒 你要找到說 我要開發一個新的功能 或者是就是我要去呼叫他 那你有什麼東西可以讓我叫 那這時候我可能就會被現有的東西淹沒 我叫錯 或者是我可能我認為他沒有 我就寫了一個新的出來這樣子 所以那以我們propos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 我不直接看到你在藍色裡面你的service 那我我always透過API的這個package 那你export出來在API裡面的class跟method 我才可以呼叫 那等於說這時候export出來 其實就相對 你這個module裡面 原本自己裡面的實作細節 這裡面就少了非常多 所以等於說 這個你export出來的東西 才是真正你要給外面用的 那等於說cost module access 那這時候 我們基本上你看到的資訊 你其實要找 你的時間就節省很多 而且你可以大量的避免掉我們前面 就是一開始介紹背景的時候 我們公司遇到的問題這樣子 那這大概是今天的內容這樣子 那在這裡我有用一個很簡單的example這樣子 還有時間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看一下 就是剛才的onboarding跟risk assessment這樣子 那在這裡譬如說risk assessment這裡 我這裡有一個 譬如說我的demo demo在這裡 我們 看得到嗎 看不到 可以嗎 時間到了 抱歉 我沒注意到 抱歉 那有什麼問題嗎 這個你們自己事後再來看 就是這個link在這邊 你們可以自己來看 那有什麼問題嗎 可以問問題嗎 可以 好 問問問 為什麼 化學科技能 遇到 學區有點不平 你說 就是把 把相近的功能把它固平在一起 那個 變成一個sum module這樣子 對 因為 我們 我們 有在製作 然後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 請問一下 我感到比較清楚 你們 有什麼 配合 我覺得 我們遇到問題 就是 其實我們的切割 其實我們 等於說 沒有 沒有 我們比較常遇到問題 是 module的定義其實 沒有很明確 比如說 這個module的責任是什麼 這個module的責任是什麼 那 譬如說 我們有一些 譬如說 叫 叫 譬如說 Combin 之類的 那其實 你有一些 你其實應該盡量把它定義很明確 這個module其實你就是負責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 在我們定義其實不是很明確的狀況下 那 而且 我們 我們雖然我們公司有 可是 可是沒有專職的reviewer 所以 沒有辦法投注太多時間在 在你的 譬如說 package design 那方面 所以我們其實有的時候 遇到一些問題 是在說 譬如說 你該放在這個module裡面的東西 你放到別的module 那可是在第一個時間點 其實不會發生 不會發現到問題 可是在 通常發現到問題 是在第二第三個時間點 當人家要用那個東西的時候 我找到這個東西了 可是 我發現說 我要用的時候 其實我們package的dependency 可能會造成 cycle reference 就是 那這時候我就必須要refertering 這樣子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謝謝黃俊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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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